北班的TSMC和三星電車 是阿拉伯阿米利特的 大型版本工程的 方案 美國的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 韓國媒體韓聯社報導 台積電最新的海外建廠動態 不過這地點出人意料 是考慮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設立大型的晶片廠 投資規模於一千億美元 中美關係緊張的情勢下 美國對中國的晶片令十分嚴謹 市場的消息也讓市場預測 長期輕重的阿聯 是否會成為中國獲取 半導體等科技產品的後門 如果說台積電到去中東這邊 設廠的話 一定也都是在美國政府的支持 和大力的監控之下 透過在中東 然後成為所謂的晶片跑道 中國大陸的這樣子的一個疑慮 其實是不存在的 但設不設廠除了美國點頭之外 中東本身更面臨更多挑戰 例如生產晶片需要大量的超純水 而中東海水淡化的成本很高 再加上不是現有晶片鏈供應的國家 要如何提供新工廠技術人才 最後中東並沒有現成的客群 訂單又要從哪來 這些都需要客服 對此台積電已經回應 將專注於現有的全球布局專案 目前並沒有新的海外具體投資計畫 但其實美國政府已經取消考慮 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口先進晶片的禁令 傳出有望允許揮答向該國出口先進晶片 讓當地企業得以訓練人工智慧的模型 中東科技業的一舉一動 勢必都受地緣政治的牽連 靜新聞張俊涵陳香偉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